這也是真機 這也是台灣畫家的作品 台灣米勒之稱 兩百萬 兩百萬 兩百五十萬 兩百五十萬 耶 今天立喆要來介紹一個最新的男團 而且我們今天全部都穿白色的 我們是最新的小白天團 沒有啦 歡迎三位ART的主演 你好 你好 好 阿哲 阿哲姐 真的是不敢當 其實我上過很能歌的節目好幾次了 對 對啊 真的是今天終於有訪問到你們的機會 你有看過一齣舞台劇只有三位演員嗎 而且三個都是主角 戲份一樣重 然後這個舞台劇的劇名就叫 ARTART 藝術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我們用三位來自己介紹一下吧 其實我有點忘記為什麼叫ART了 那個時候你不是還取了一個什麼 什麼 A是什麼 然後什麼Revolution還是什麼 A是Attractive 然後ART ART是什麼 Revolution Revolution 革命 革命 對 ART就是一個藝術品 因為一個藝術品而產生了對任性的這個心思 還有對友誼的重新的檢視 也是一種考驗啦 只是因為一個藝術品 所以他故事是從一個畫作開始 畫作就是一個藝術品嘛 對 也是收藏 對 他賣了一幅畫之後 引起我們這三個好朋友之間多年的交集 產生一些變化 對 裂縫 據說這幅畫呢 就是一張白紙 上面這個線條 其實不是不是真的白色 不是喔 我看得到那個顏色 它是一幅白色 但是你仔細的看的話 你會看到很細的一條白色的斜線 斜線 對 對 對 它還可以看到很多色 有點土黃色的邊 喔真的喔 其實它不是純白 有一點灰色 有灰階在那邊 有一點黃色 對 還是因為放太久 巡演太久 所以沾染了灰塵 某一個某一個畫展 曾經就展出全部都是白色的畫 你確定嗎 還是蘋果專賣點 喔 那它是畫作是畫的 你換個角度看 它就會有一些 什麼角度看 喔真的喔 所有的輪廓都出來了 它有光影的一個 光影的效果 然後產生所有的 臉啊 表情啊 什麼都有 因為這個劇的前提是 就是曲哥買了這樣的一幅畫 對 然後這兩個朋友 分別用不同的態度 來反應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幅畫 我們來講一下 這兩個朋友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態度 好嗎 OK 在人設上面 他是我們 我們自己設定成 我們是一個學校 藝術建設的社團 這是大學長 出了社會之後呢 他是個外科醫生 他是航台工程師 我是個文具琵琶商 所以我算是裡面 我是他們的學弟 也比較 跟他們相較之下 在社會 那個社會的階層上面 沒那麼老高的 他們很好 那他從買了以後 準備獻保了 請了學長來看 我是那個收到 波及的人 波及的人 就我看了那幅畫之後 我帶出來的一個 對藝術品很有賤賞力的 好朋友 怎麼會去買這樣的一幅畫 我覺得他應該是 什麼地方不對了 距離我越來越遠了 我就受不了 我就要找跟我們交情 一樣久的一位朋友 對他轉述之後 我也覺得這個 怎麼會因為人 人有的錢 奇怪 他會讓他整個思考 完全作亂 他的評估 他對人性 人事物的評估標準 似乎根本不在同一個天秤上 上流的社會 對 他是一種虛弱 炫富的心態就對了 沒有 他對他是完全不滿 他覺得這個狗屎怎麼可能花八百萬 八百萬買一雙 白色的畫 於是乎開始 三個人 終於聚在一塊 為了這幅畫 想要 他也想說 好 大家就看看 沒關係 我們就好好去 照我們原始的計畫 去看個戲 吃個飯 喝喝酒 拔酒 演歡 所以塑料在那邊 炒到飯吃不下 然後什麼該看的戲也沒看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現實生活中 是你們的老婆 我另一半買了這樣子的話呢 當年應該就不會取到這一場 我很難講 不會的 很難講 有時候價值觀會變的 這大嫂們的話 你們就 兩條路 拿兩條 拿兩條 第一條就是我拿去賣掉 賣掉 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就算了 就算了 原來你是這麼亂要講 對啊 買了起這樣子衣服 畫也不簡單啊 買了搞不好真的就真實了 好 那其實這齣劇啊 尋回了這麼久 其實 裡面有很多很多大量的台詞 全部就靠三位成長而已 演蜘蛛戲會不會非常辛苦 尤其是其實各位 三位都在平日的工作 非常忙碌 有好多其他的送音節目啊 或者是戲劇要 那個應付的話 你還要有時間去背這個台詞耶 辛苦是有啦 辛苦是真的 我們要回到2016年那個時候 對啊 我們要回到 師徒是回到 但是喜歡的 因為這個劇本是我們喜歡的嘛 對 那一開始 在2013年那時候的第一個版本 麗群哥 對 金世傑 金老師 還有顧問 好哥 他們三個當時演的 其實在 對 對國內的劇場界 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哦 怎麼說 因為 剛看三個人去呈現一個吵架的戲 要吵到你不覺得吵喔 因為他到後來一定 大家的分貝都在一定的比例 比例 對 對不對 一直要吵讓你不覺得他吵喔 然後吵出那你感覺到 不同的性格 真的不同的反應 然後這個友情在這當中 他慢慢會發酵 然後這個友情到後來 他會慢慢地 蕩然無存 他會讓人看到一個友情的風潔 對 他其實對很多人 在乎友誼的人來講 那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而且是很大的磨難 怎麼會 你怎麼忍心 適合把這麼久的感情 就是因為一幅畫 把它給扯掉了 好 我回到當初 因為他沒有中場休息 一路吵到底 對 所以他辛苦在於 這一連串的太詞 三個人之間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幫誰 所以這個很可怕 這個比較緊張一點 各位也在演藝圈裡面 就是發展了這麼這麼久 演藝圈裡面真的有 真心的好朋友嗎 你要知道這個 日新月異的演藝圈 喜新厭舊的演藝圈 而且是風起雲湧 暗潮洶湧的演藝圈 是 大家想要在自己的行當上面 有一個 有一個能夠 長久經營的位置 你會一直不斷的 可能必須要踩著人家 肩膀頭顱往上走 大家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之下 還要互相的扶持 就不太能奢望這一點 沒有心理吃不餓 你只想像是不是踩誰的頭 對 對 你就踩妥妝康嗎 因為他頭比較大 就是這樣子 比較好慘 所以你們是要會有自己覺得自己在演藝圈裡面最好的朋友 然後跟他吵架經驗嗎 我們可以馬賽克不用講那個人的人名 我一定是跟黃子嬌啊 我們從出道就一起啊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才16歲啊 或者說吵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同 會溝通啦 會溝通啦 或者是我以為出酒交情 我應該可以開點玩笑 我幹嘛 因為他不太吵了 不小心去 開到一個不應該開的玩笑 脾氣很好 可能就會 就小爭執啦 不過通常因為 因為就是越好才會有這種小口差 像那個亮哥的好朋友就是腳哥 我們也很好 我跟屈哥也認識了 認識多少 當兵就認識了嘛 下定30 對啊 他明明就認識了 我跟陳前也認識 也接近20 也快30啦 我們現實生活當中都認識 今年出道30年 那你們現實生活中真的有吵過嗎 我們像他跟那個 那個嬌嬌他 工作上有 他們是 他們更密切 他們又更密切 我跟乃哥做了20年 快20年節目 你們有沒有吵 一定有吧 他好像有對我不爽過 他應該就是會 醉醉念嘛 對 他比較對我來講 他就是大哥嘛 哥哥啊 哥哥有時候唸兩句也是應該 他怎麼做節目啊 怎麼樣子的啊 他又是一個 又是很急切的人 對 他是節奏很快的人嘛 我們今天真的找了一些 藝術品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要考驗你們建賞的能力 沒有建賞的能力 你演這個戲啊 是不是 真的 大話不要講 我是文具疲發商 我沒有收藏 我沒有收藏 我們第一個 小小的藝術品 它的價值你不太知道 好 這個呢 是年輕人心目中的藝術品 這個大哥一定知道 他有在玩 真的嗎 你有在抓寶啊 可是我沒有收集這種卡 好我們給大家15秒 我完全沒概念 好像我記得是蠻高的 蠻高的 他絕對只有 可能 700塊 可能 沒有沒有沒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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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倒數5秒 倒數5秒 好 我還有你的答案了 我記得很高 假的 先看他的 好 那你翻了 我相信卡片主任會非常的開心 其實這張卡片目前售價還沒有很高 在eBay上面大約的售價是 800到1000台幣 可是 第一代的噴火龍卡 第一代成交價是1046萬台幣 1046萬台幣 第一代 第一代 那是1999年的時候第一代的噴火龍卡 看不出來是一代的 接下來 這就比較符合我們art這齣劇的主題 它是一幅畫 這算是什麼 這是真機 龐卡 對 這個是龐卡 欸 好厲害啊 你們知道耶 就是讓大家來見價一下 你們覺得這張龐卡價值多少 這個經濟很大只是經濟 對 有可能 我們不能講 要讓你們自己關卡 我們即使開始了 這個沒有人情味的 好 來到 這個很難猜 你真的有那個價值嗎 一 時間到 來 耶 時間到 來 先看你的 15萬 哇 我只有10萬 我價值真的比較好 用50萬 正確的價格是75萬 你最接近 我真的對這個不了解 果然這個角色 學長這個角色 是不是 有懂藝術的喔 大家一定要砍來幫我拼拼你 對 拼拼你是不是 那是哪一個作品啊 所以這個是作者 它是位置唐卡70多年的中國公益的 它叫東卡大化 東卡 對 東卡大化 東卡 它是藏區最古朗的唐卡畫師 然後我會譽為是熱泵藝術的成將 這個是畫的而已 對 這個是畫的 對 這個是畫的 這個藏物集園叫強烈畫的 天然有礦物集園 這個就是黃金專品畫 黃金龍標專品畫 這個是你的收藏喔 對 這張機也不錯了 接下來是秘中對不對 這個就是秘中 秘中 好 那接下來這個 一樣也是年輕人之中的藝術品 登登 巨大的Hello Kitty娃娃 這個很難講 我們認為平平 但是這個 它做得很精緻耶 你看它背後的那個 那個有幾個啊 它應該是有限量 只是有限量多少是不曉得 有限量就對了 來 看你的 2萬8 你呢 3萬6 5萬8 還是要去購最接近耶 3萬台幣大約 過了 你們 你們好棒 你們好會猜喔 真的 我怎麼都猜到這種什麼 Hello Kitty 3萬塊台幣 如果是你們家小孩買的 你們會做什麼 沒有啦 如果說小孩是那種 真的在收集這個東西 就很喜歡Hello Kitty 這樣 沒辦法去幫他買這樣 沒辦法幫他買 很完整的拒絕 只好幫他買這樣子 哦 如果說他已經收集來說 譬如像馬國賢這種 他就是在收集這種東西 可是他沒有保存很好 那個白色那個衣服 有點紅黃的 好淡黃的感覺 對啊 這個 實在是有點重 這樣看就好 你們很怕把他痛過 對對對 沒關係 還是放在腿上比較安全 對對對 危險 欸你們好厲害 好像都知道他 好像都知道他很珍貴 可是說不定他是 說不定他疊過眼鏡跟他不一樣 跟那個底 右上踩啊 哇賽好專業喔 右上踩的那個 專有名字都出現了 這 你可以摸摸看 可不可以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那個 立志妹妹幫我繞到這一面 來 上面有個花紋 你小心喔 你小心喔 哇這個 我替你在擔心啊 你可以摸摸看 因為 這個單元啊這個 嚇重鬼喔 還玩笑喔 這些東西呢 這麼貴 它是這個上面是立體的 就是摸得到那個 這個 柚才的 它分了好幾次 層次 好 真的假的 時間到 那我們請 這什麼意思 少個零 對不起 你先 10萬 10萬 60萬 晨哥60萬 亮哥 80萬 80萬 其實亮哥最接近啊 不少了對不對 都不少了 20萬人民幣 所以折台幣要100萬 20萬人民幣啊 欸你知道我剛剛是 我剛剛是想說 他現在應該是2萬人民幣 所以我才接10萬 這也是一個長家的啊 大家的作品啊 這是乾隆年間的 工藝最細緻的 可是他一定 可是他說要燒了四次才可以 可是他看起來好新喔 對啊 因為他不是官搖 我也覺得他看起來好新 因為他不是官搖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 我們現場 最大幅的一部畫 這也是真機 這也是台灣的 台灣畫家的作品 畫家 在 叫陳阿發 什麼 陳阿發 他是台灣鄉主人 史詩派藝術大師 台灣米樂之稱 也是你的 因為陳阿的跟他也有稱之類 是 請作答 我 真的我猜不出來了 猜少就不尊敬人家 不好意思 好來我們 哇靠 來看 曲哥猜 這條就愛台灣了 兩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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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寫太少了 不好意思 我才不好意思 68萬 好 吉祥的數字 兩百五十萬 兩百五十萬 是不是 是不是 買八百萬的文化的 給你講 台灣米樂 兩百五十萬 陳阿發大師的作品 哇 畫得真好 兩百五十萬 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真實的感受到 這個劇中角色所經歷的一切 就是剛剛這樣 我們看到不同的藝術 其實有不同的欣賞者 很謝謝三位 我非常敬重的演藝圈的前輩 能夠讓我來上好選擇的訪問 然後帶來這麼精采的舞台劇 ART 請大家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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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今天這個訪問的朋友呢 按下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采的內容 隨時上架